冬季后鸟小环紧横 已经第六年来到河滨岛公园产卵 沙滩上鸟爸爸鸟妈妈好忙碌 轮流孵蛋 不过原方也捕捉到老鹰靠近这些鸟蛋 让原方捏了一把冷汗 还好没几秒钟就飞走 4月15号的时候进去 这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也发现说蛋的颜色不太对劲 因为它下蛋的地方是一个凹槽 是一个湖穴 那地方虽然说它很隐秘 但是看起来是有泡过水晒过太阳 蛋已经褪色了 那第二次在发现的时候 是它有下一颗新的蛋 那原本白色的三颗蛋也少了一颗蛋 那我们也用沙滩的方式 旁边的沙子把它堆积一下 让它不要积水 那它就开始顺利的在那边浮蛋 小环景恒前几年来到河滨岛残卵 曾经发现鸟蛋被冲走 或者被游客踩破 为了让小鸟顺利孵化 原方搭起了围离架设保护区 基隆野鸟协会也发现 小环景恒会出现擬伤行为 其实它比较会被大家注意到的行为 就是拟伤的行为 就是在繁殖季的时候 比如说像在开始 它的软如果刚产下来 或者是说幼鸟出来 觉得要保护的都遇到有外地进入 比如说人 或者是其他可能会威胁 他们那个幼鸟的生存的 它就会用一种好像受伤的行为 假装吸引你离开 它那个真正小孩的地方 比较导览的位置是在这一边 它下在这边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这边是以前的业者 他们有做一个水泥的建物 其实里面是放抽水马达的 他就可能知道那边比较没有人 所以下单在那一边 河滨岛园方架设了监视器 观测小环景恒的一举一动 期盼能够顺利呼吁下一代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